人生是一个很长的旅程 但是无论路途有多遥远 Willow Dell Subaru都会陪着你 香港驻加拿大经济贸易办事处 近日与北约克紫金盛宴酒家举行圣诞联欢餐会 与20多家多伦多地区华文媒体的50名代表欢聚一堂 香港经贸处处长肖木连表示 今年加拿大总理哈帕访问香港 并与香港特首曾宁全签署了一系列的两地合作协议 代表着港家以后会跨入紧密合作期 你好 肖处长 非常感谢您有抽时间接受WOW TV的简短的访问 我们知道香港经贸处在多伦多的办事处比较着重的是 有关香港和加拿大的贸易以及经济 但是刚才您的发言也提到 未来的一些香港的教育计划 以及是culture计划或者是旅游计划 您都有涉及到 那您能不能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概介绍一下 办事处它在未来一年会主要的 在哪些方面会有一些计划呢 好啊 我们香港经贸处就代表香港政府 在加拿大推广香港的 希望透过各种不同的活动 譬如商贸 文化 体育 让加拿大的人多些认识香港的 所以譬如在商贸方面 我们会举办很多商贸的研讨会 资料的传讯给商界 那未来会是在Calgary 5月份 我们会搞一个大型的商贸会议 就是会将一些很多的商贸的讯息 和香港作为国际的金融中心 就是很多的资料 就会介绍给加拿大的商界 那除了很多这些商贸活动之外 我们也都做很多文化的活动 譬如我们会支持 在加拿大很多大城市 每年冬州 端午节的时候搞的冬州活动 透过这些活动就推广香港 也都会支持一些电影节 就会协助他们播放一些香港的电影 这样令到加拿大人 更加多些认识香港电影界的发展 另外就是譬如在学术方面 我们也都会和很多大学 和其他的研究机构 就一起合作搞活动 那我们譬如来着 也都会在这个5月份的 Asian Heritage Month 就会有一个大型的研讨会 就会以香港教育为主题 那很多形形式式的活动 都是希望能够出进港家两地 大家双边的交流和认识 经贸处助理处长肖贤杨称 参加媒体聚会的 除了几大日报和电视台等传统媒体 最大特色是多了很多 国语周报与网站 说明华文媒体的日益壮大 经贸处以后 会加强与华文媒体的联络 也希望大家更加配合经贸处的工作 你好 萧先生 非常感谢您可以抽出时间 接受WOW TV的访问 那我们刚才呢 有大概了解到 香港经贸的办事处呢 不光是做经济贸易 它其实涉及很多方面来 promote香港 比方说刚才我们有听到 一个很让人振奋的消息 就是有关博士生的一个资助计划 你可不可以跟电视机前的观众 大概多介绍一下这个计划呢 其实香港我们虽然是 我们的办事处叫经贸办事处 但是我们在工作方面 我们是文化教育方面也有 好像是教育方面呢 香港现在已经提供一个 博士生的奖学金 每年在世界国地 有100多的博士生可以到香港 只要他们的申请 批准的话可以拿到每个月 可以拿到2600块美金的奖学金 再加上两地来回的 每年两地来回的飞机票 香港政府主要这样做 就是希望多一点海外的人才 能够到香港去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现在 在中国进去起飞的时候 很多美加的学生都希望 他们的大学毕业以后 在亚洲再读书再早一点 在读书的时候再早一点智慧 所以我们就特别对海外的学生讲 就是他们可以考虑到香港 因为香港现在是到中国 做生意的平台 所以他们假如是有机会 在香港再拿更高的学历的话 特别是有这个博士生的奖学生 他们应该尽量利用 他们毕业以后 他们可以考虑 留在香港也好 到国内去发展也好 因为在今个几年在香港 他们的发展的机会 应该是会比一般人比较好 根据最近的有两个国际性的统计 其实香港的大学 现在香港有13家大学 香港的大学在世界大学 排名方面是很高的 香港大学就是有一个排名 它是23 比多伦多大学还要多几级 很奇怪 北京大学跟清华大学还要高 北京跟清华是50几 但是香港是23 所以香港的 其实大学的教育是相当不错的 好 非常感谢您的时间 也谢谢我们这一次的 香港经贸办事处提供的这一个平台 非常感谢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多故事 是由乌鲁叼Superview特约赞助播出